影片中道路的镜头可以看到一团火球 冒出又浓又多的黑烟 这起火烧车意外发生在哈萨克西北部阿克套地区 雨量巴士在当地时间18号上午10点30分 发生火烧车意外 造成52人死亡另有5人自行脱困 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 意外发生原因仍带相关单位调查 哈萨克内政部表示 目前上不清楚车上的乘客是哈萨克公民 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 但当地媒体报道 这辆巴士搭载乌兹别克乘客 经萨玛拉奇姆肯特路线往来俄罗斯 因此罹难者很有可能都是乌兹别克公民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